透過像這樣 山西科技的英文去聯繫 他沒有來 但他知道你都在關心 而且他隨時可以發信息給你 他有一種安心感 普里基督教醫院 最近推出了醫療APP 讓在外工作的子女 也能利用APP程式 來關心家中長輩的健康情形 以及協助家中長者 進行醫療的各項程序 剛有需要看病的長輩 不再是孤零零的 獨自面對醫院 不在身邊的這些 這些年輕人 可以幫他掛號 可以幫他付錢 可以注意到他 檢驗的結果怎麼樣 所以這樣其實是另外一種方式 讓家人在這個健康的招呼上 能夠更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普吉是南投縣地區 醫療資源較完善的大型醫院之一 但因為部落族人每次下山求診 經常往返耗時 加上普吉看病的人相當多 等待掛號門診或領藥 總是占用許多時間等候 相當浪費時間 因此普吉推出這套APP系統 也有助於民眾精準掌握看病的流程 做紅箱我是前一天就來 這個月刮號的時候 都要擺到最後 又要再很辛苦 如果能簡化當然最好 然後我有下載下來試用 然後他變成說 我不管說是刮號或者說我想要查詢 就是說比如說我前面還有好幾號 我可以預先都先知道 所以在同樣的時間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先到附近旁邊 或者說到病例商店 我去那邊坐一下 普吉結合這個APP把我們個人健康紀錄 就是PHR也就是透過電子病例的推動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這個電子病例 能夠隨著我們的APP帶到全世界各地 可以分享給你需要分享給資訊的 照顧的醫護人員 這套APP除了能提供院內相關醫療資訊取得外 還加入了個人健康管理功能 可以看見個人過去的病例記錄 以及用藥狀況 讓民眾隨時地掌握自己的身體狀況 記者NO 南投普里 超榜報導